DFC挑战,消灭偷树贼,因为大家不懂得如何保护树木,也不懂树木的重要性,因此就会有过度砍伐的现象,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。 这其中有很多原因,例如,有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,因此去偷砍伐树木,把树木做成家具拿去卖。 真的很不好,不仅破坏了森林,也会影响到动物的栖息地。 为了要保护树木,就要从生活上想该怎么做,有可能一个小小的举动就可以保护到树木,我们可以使用Google Map找路,少用纸地图。 还可以将要买的东西打在手机的备忘录,就可以不用写在纸上。 买饮料时,也可以自备环保杯装饮品,这样就可以减少纸杯的用量。 这次想到的方式有, 1.Google Map,要找路或迷路的时候,可以使用Google Map。 2.使用环保杯,买饮料时,带环保杯装饮品。 3.备忘录,买东西时,可以将要买的东西打在备忘录。 这些在生活上都是可以做到的,而且不会太麻烦,随时也都能用到这些方法。 Google Map,可以减少使用纸地图,同时也可以更快找到要去的路。 使用环保杯,不仅环保,也可以减少使用纸杯。 备忘录,可以减少纸张的用量,而且直接系在备忘录上会更方便。 希望透过这次自己想出来的方法, 还有自己真正去实践一遍,产生的新想法与感受分享给大家, 可以让大家知道该怎么从生活上一个小小的举动, 就可以为保护树木尽一份力,也让更多人知道保护树木的重要性, 进而影响更多人,也希望大家能明白为什么要保护树木, 可以减少砍伐树木,也不要因为为了自己的利益,而去砍伐树木。